嫡姐性子清冷,人淡如菊,被皇上赐婚给顽固小将军时,父亲在盛前常跪不起。 皇上,婉儿娇弱,着实不能伺候小将军,臣还有一嫡次女,最是坚韧,不若换她嫁娶,也不算博待小将军。 之后,我便替了嫡姐出嫁。方家战功赫赫,方席园更是狂妄自大。 方家被皇上处置是迟早的事,所以父亲不愿嫡姐跳火坑。 我嫁入方家不过三日,就被方席园带到沙场。 之后七年,方席园镇守边疆,我陪着她引领将士,出谋划策,她也从小将军到一国之帅。 反经后,方席园却对已成寡妇的嫡姐一见钟情。 我怀了孩子,看着方席园和嫡姐秦瑟和明,哭着求她。 姐姐,状元早思,你已成寡妇,若要再嫁我也不说什么,为何偏偏是方席园,嫡姐摇头,我与席园情投意合, 庆庆,你怎能连这点度量也无,方席园也骂我,你粗痞骄纵,平时我不说你,竟还敢来找你姐姐,她身子不好,又冷清温和,你与她争什么。 后来,嫡姐成了将军夫人,我怀着孩子,竟成下堂妻。 所有人都说他们一动一径,最是般配。 却无人在意我被赶出将军府后,葬身长河。 在睁眼,我回到了皇上赐婚那一日,嫡姐诞生决定,爹,我要嫁小将军,她来日必有一番作为,爹,我要嫁小将军,她来日必有一番作为。 嫡姐的声音传入耳中,此时,我和她一同站在爹娘身前。 晚,你可知方家已经惹怒圣上,带平了边疆之乱,便会处置方家。 皇上如今让我们侯府和将军结亲,只是为了安抚方家,过段时间,你就会成为妻子,爹爹苦口婆心,但娘子连连点头。 他们最疼嫡姐,毕竟她端着一身好气派,温雅淡然,事事不入她眼,天上仙子般。 甚至被京城人传成仙子将士,爹爹愈发偏爱。 至于我,他们明知方家是火坑,还化了我进去。 上一世,我心甘情愿,只想着为了姐姐,为了侯府,我什么都能做。 这一世,乔若婉要嫁方席媛,换我嫁短命的状元。 我求之不得。 方席媛和乔若婉定了亲。 此事一出,京中别有一番热闹。 方席媛是出了名的混账顽固,乔若婉是出了名的淡然仙女。 所有人都说方席媛糟蹋仙女,侯府更是一片冷迹。 哪怕乔若婉天天说方席媛日后是大将军,爹娘亲依旧难以接受。 只有我,日日坐在窗前,等着看好戏。 从前我以为嫡姐事事不争,后来才知道。 她哪是不争,是她天生就有,才显得不在乎。 她何止会争,还下贱得很。 好好好,她既要嫁了方席媛。 我倒要看看,那性子暴躁的方席媛和我的冷清嫡姐,如何在边疆存活。 不过,她们成婚之前,我还是去父亲书房表明心意。 爹爹,姐姐娇弱,性子又冷淡。 虽有美貌,却人淡如菊,不会哄人。 我怕那方席媛顽固无德,会欺辱姐姐。 不若,让我贴了姐姐吧,我一番话诚恳无私。 父亲难得对我有些赞许,你姐姐平日里没白对你好,有这份心意很不错。 姐姐对我好,我才想报答她。 爹爹,您看,不用,她既要嫁,便是做好了打算。 她大手一挥,你姐姐聪颖,在方家必定能站稳脚跟。 她也说了,相信方席媛会有作为,就让她去。 她对嫡姐十分信任,可她并不了解她。 乔若婉对我好,不过是用剩了的东西给我。 她失周不善,用的却是府中姐妹凑的金银饰品。 自己的分毫未动,怪我当年猪油蒙了心,还觉得她是大好人。 侯府嫡女与小将军成亲之日定在十日后。 这期间,大娘子特地举办一场马球赛,王公贵族接到场。 我坐在阴凉处,在一众意气风发的少年中,寻找当年的状元郎。 新科状元家世清贫,学问四海,可马球这种贵族休闲活动却半点不会。 倒是方席媛,一袭红袍,长发竖起,骑着马儿格外亮眼。 身旁迪姐看得入迷。方席媛也朝我们这边看来,迪姐立马红了耳尖。 我小声道,姐姐,方席媛名声不好,要貌倒是不错,马球也很好呢。 迪姐单单瞧我一眼,你怎的如此不知羞耻,大庭广众打量外难。 我迪没顺眼,姐姐说的是,是我没规矩。 迪姐说的对,我还有许多要和姐姐学的。 庶女就是庶女,既在大娘子名下当敌女,也难摆脱世俗之态。 迪姐语气轻飘飘,端正身姿,更有几分巨人千里之外的冷清感。 但很快,我就撞破她的伪装。 后院假山中,乔若婉拉着外南方席媛的手,下定决心般。 上一世,你在边疆辛苦七年,我一直悔恨没能陪在你身边。 这次上天,给了我们共苦的机会,席媛,我会陪着你。 她嗓音淬亮坚定。 方席媛忙点头,又道,可边疆苦寒,乔庆庆尚且能忍,你细皮嫩肉,我怕,不然还是和上一世那般, 让乔庆庆陪我去边疆,你在京城等我回来,我要陪着你。 玩儿,我有上一世的记忆,要不了七年,定能提前回京。 席媛,难道你不相信我对你的感情,不相信我能为了你吃苦吗? 方席媛轻叹,将她搂入怀中。 我是怕你受不住边疆疾苦,我躲在假山后冷笑。 原来他们也重生了,怕她吃苦,还想拉我去边疆,再伤害我一次。 上辈子在边疆后期,方席媛与我心意相通,对我说尽好话,要给我荣华富贵。 回了京城,荣华富贵却换了人给。 她还想恶心我一次,却不知道自己这一次会撕得多惨。 圣上下旨,一定要方席媛带着新妻去边疆,为的就是让乔家女儿当眼线。 上一世,我在给皇上的密信里,没少说方席媛好话,写得那叫一个好, 活脱脱把方席媛塑造成了家国奉献的良帅。 这一世,换了乔若婉去,我倒要看看她怎么写。 毕竟我的嫡姐,在外拥有一副好名声,在内,可是连毛笔字都写不出的仙人一个。 不对,仙女怎么会写字呢?仙女都不屑写字。 我从假山处走开,半途撞到个人,后退两步才发现,此人正是我将来的相公。 新科状元,傅元生。 傅元生端的是清俊少年模样,衣袍肃静,在一众华贵服装中显出几分穷酸。 长得不错,就是短命,则短命鬼。 他撕的时候我在边疆,不知道他怎么撕的,就不了。 我低头,傅元生,傅元生坐一鞠躬,比人眼拙,不小心冲撞到小姐,还请见谅。 吴是,我忙到,我先走了。 傅元生还没回话,我便匆匆走开。 没走两步,又听到墙后狂妄的男生。 那傅元生不过是个穷酸书生,状元又如何,只能在汉林院挥没。 当然,那能比得上伯爵斧公子。 则,这人清高得很,看着不爽。 弄撕得了。 是啊,他不跟我们混,你们难道愿意留隐患,男生交错,商量着如何杀人。 我回头,傅元生静还以坐一鞠躬的方式站着。 墙后的人说要杀他,他必定是听到了的。 可他站着不动,好一会后,才伴着墙后放肆的笑声,慢慢直腰抬头。 他眨了眨眼,小姐怎的还在,我无语,上前拉着他往反方向去。 将来方锡园和乔若婉绑在一起,我同傅元生也成立一条绳上的蚂蚱。 他暂时不能撕。 傅元生此人温文尔雅,听说太子和三皇子都曾向他抛出橄榄枝,他一一拒绝。 因此,新科状元本是大好前途,竟无人攀谈。 好在当今圣上惜财爱财,暂时没人敢动他。 乔,乔二小姐,男女兽兽不亲,还请放开我。 傅元生被我拉着衣袖快不走。 我回头,瞪他,你可知我将来要嫁与你做妻子,傅元生脸颊一红,不敢看我。 自然是知道的。 既然知道,那便清楚自己要成家立业,怎么听到别人要杀你还没有反应,难不成你想我嫁过去就做寡妇。 我性子向来泼辣,要不当年也没法在边疆待七年。 如今心里有事,也顾不得礼仪讲究。 傅元生看我,犹豫后,道,不如我冲进去求他们别杀我,或者告诉他们,我已经知道他们要杀我,让他们等着瞧,我无语。 你认真的吗?我妈了。 傅元生又缓慢眨了眨眼,随后勾唇一笑。 清风过境斑? 当然不是。 二小姐莫怕,我虽家事不行,人也愚笨,但总归是保得住性命,护得了发妻一辈子。 她声音越来越小,脸越来越红。 我只想说,你想多了。 上辈子,你撕得挺早的。 傅元生慢慢从衣袖里拿出一个方形小锦盒,本想借家扑制手送上,线下瞧着正式好时机,二小姐,薄里一份,请勿嫌弃。 我看着锦盒上的刻字,远香斋。 远香斋的口之一绝,可惜活重量少,即便是我,线下作为侯府嫡次女也没有。 乔若晚房里倒是有好几盒,我接过锦盒道谢,往后叫我庆庆就行。 好,好的。 你怎么结结巴巴的,我疑惑。 有些紧张,你在圣上面前电视时,也如此,状元怎能话都说不利索,那倒没有,傅元生低头不敢看我。 我抽了抽嘴角,显得我柴狼虎豹似的,怕成这样。 我叫丫鬟留了和傅元生敲摸交流的方式,准备和傅元生出了院子分道扬镳。 结果刚走出后院,就听到方席元一声吼,瞧庆庆。 方席元嗓门大,人也浑,根本不在乎礼节。 他这一声吼,院里院外,光明正大和朵朵藏藏的达官显贵,都上前看热闹。 少年少女们,更是好奇。 我同傅元生一起转身,只见方席元气势汹汹走来。 他满眼怒意,盯着我走近,你马上就要嫁给我,还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你什么意思? 我还未张口,身前就拦了一个人。 别看傅元生秀气,身高净与方席元不分上下。 他语气沉着,温润有礼,小将军误会了,与你定亲的是侯府嫡女,乔家大小姐。 你大庭广众之下,换二小姐闺名,实在不妥。 方席元抿唇皱眉,不妥什么不妥,滚一边去。 他跋扈无礼,空有一身好武艺,情伤更是半点没有。 我低着头,小将军,你认错人了,我要嫁的人是状元郎,要嫁给你的是我姐姐。 方席元暴怒粗重的喘气声,很是清晰。 我不明白,他明明知道这一世嫁给他的人是乔若婉,为何还来装糊涂? 更何况,这一世,爹爹也没去盛前求换人。 方席元一如既往地蠢。 方席元在傅元生面前站了会儿,气冲冲地走了。 当天马球赛结束,小将军和星科状元为了乔家二小姐争斗的事就传得沸沸扬扬。 乔若婉屋子里的丫鬟进进出出,手里的信纸换了又换。 方席元在哄人。 可惜我嫡姐人淡如菊,只看信不回信,嘟着嘴巴让丫鬟站到门外。 屋外艳阳天,丫鬟晒得满脸通红,汗流加倍。 嫡姐不管,丫鬟不敢动。 仙女屋子里有规矩,她不下命令,下人们都不能动。 我去找乔若婉时,丫鬟已经昏厥。 姐姐,门外丫鬟要晒晕了。 我提醒,嫡姐摆弄指甲,嘴唇微嘟,慢声道, 只是站着,如何能晕,烈日炎炎,站久了不舒服。 姐看向我,呼得转移话题, 庆庆,你是不是心悦小将军,我摇头。 小将军轻浮,马球赛一时可见,我与她素不相识, 她竟说我过些天就要嫁给她。 我语气减慢,难不成,她分不清姐姐和我, 抵截手中的茶水起了波澜。 她端坐着,不言语。 方席元怎么可能分不清,她太分得清了。 我恶心完乔若婉就走,门外的丫鬟已经晕倒。 我吩咐人将丫鬟带去消暑,之后就只等着看好戏。 然而,还没等到乔若婉成亲,就等到方席元到处发疯。 她竟求到圣上面前,要婉儿做妻,庆庆做妾。 让我侯府一双嫡女都嫁去伺候她。 简直不把侯府放在眼里,父亲气得胡子都飘起来。 大娘子安抚着爹爹,嫡姐莫不作声。 我也没说话,乔若婉家方席元,我家父元生, 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 皇上看中侯府,又登基不久,侯府老臣的两个女儿, 文能拉拢新科状元,武能安抚将军府。 安排得妥妥荡荡。 方席元家世在胜,也难为胜意。 婚期愈来愈近,我也愈发期待。 可方席元竟开始撕缠烂打。 她一边与乔若婉通信,一边将我堵在寺庙。 春雨微凉。 我低头慢走,下意识捂住左手手臂。 上一世我在边疆摔断手, 治好后留了后遗症,因冷天关节骨便会隐隐刺痛。 乔庆庆。 男生冷沉,一双金丝黑绒短靴,踏入眼帘。 我抬眸,与方席元对上视线。 她相貌很不错,红底金纹锦袍, 衬得高大身姿欲发挺拔,气势凌人。 我知道,你重生了。 她盯着我,开门见山。 我回头,身后的丫鬟不知去了何处。 方席元又如同一座小山,矗立深浅。 我不知道,小将军在说什么。 装什么,你阴雨天护着左手的习惯, 是跟我在边疆受伤后才有。 方席元目光灼灼, 怎么,现在还没受伤,也痛得要护着, 我不愿理她。 方席元却不依不饶, 庆庆,你心里记恨我当初将你赶出府, 可你也不看看自己做了什么。 你姐姐有了身孕,你还找她麻烦, 气得她胎动,她不与你计较, 难不成我也得装看不见, 庆庆,你讲些道理。 我本不欲多言,此刻却硬生生被气笑。 不再装呀。 方席元,你口口声声, 敌姐有身孕,怎么就不记得, 我当初也身怀六甲,我与你边疆共苦七年, 回京道做了下唐妻, 你可有良心痛过,我被逼得出了将军府, 你们大婚那日, 我被乞丐推下红桥,葬身水底。 方席元,你狼情窃义时, 可曾想过你在大漠沙场对我发过的毒誓, 我盯着他,咬牙切齿, 一字一顿,你说过, 你若背叛我,必定不得好思。 方席元沉默良久, 才道,乔庆庆,你果然恶毒。 我捏紧手指,指甲掐入掌心, 只听方席元又道, 你连自己,亲姐姐都容不下, 何玩儿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晚儿听闻,我要难你做妾, 还欣喜不已。 而你,小肚鸡肠,心思很毒。 方席元对着我一通贬低, 我只觉恶心。 我吃笑,转身就走, 想让我与你做妾, 做你的春秋大梦。 说来,你若是单单守着乔若婉一人, 我还敬你有几分长情。 方席元的声音从背后摇摇传来, 颇有几分狠力。 你要嫁的那状元郎就是好东西了, 懦弱无用的短命鬼, 你不嫁我, 就等着去状元府当寡妇受苦。 我顿不回身,不甘示弱, 那也比跟你这种背信弃义之人好千万倍。 但我做了大将军, 你成了寡妇, 看你还能不能有今日傲气。 我与方席元吵起来难罢休。 他气声暴躁, 从前在军营没少和我吵。 一个空有蛮力, 毫无计谋的人, 若不是我出谋划策, 替他拉拢手下, 他能有后来的战绩, 莽夫罢了。 方席元等着看我倒霉, 我也等着看他们落魄。 出嫁那日, 乔若晚上了将军府的花椒, 我则去往状元府。 傅元生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他, 挺厉害, 瞧着文雅, 书生模样, 折腾起人竟是另一番模样。 我有着上一世的记忆, 算不上无知。 可这人怎么, 比方席元还厉害, 娘子, 用了早膳在睡可好, 傅元生蹲在床边, 柔声问。 我浑身酸软, 想起昨夜, 莫名星火健忘, 被过身去不理她。 娘子, 莫生气, 厨房做了银丝绿豆糕, 你最喜欢的, 我呼吸一顿, 转身看她,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 杏花说的。 呵呵, 我的陪嫁丫鬟就两个, 杏花和花都是大娘子的眼线, 别说我喜欢什么, 怕是连我极讨厌什么都不清楚。 我心中狐疑, 面上不显。 傅元生性子温和, 不管我摆臭脸, 默默将我扶起来, 伺候我惯喜。 她父母早逝, 若搭个状元府, 除了她, 就几个刚买来的下人。 娘子, 带你空闲, 再去选些下人伺候可好, 我点头, 累得不想说话。 傅元生看着我用完早膳才离开, 她如今身居汉陵院, 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做事。 若是将来不私, 我同她在京城过日子, 也算安稳。 可惜, 我侧握床榻, 拿出昨日乔若婉让下人递来的兴致。 聊聊几字, 龙飞凤舞, 妹妹, 好自为之。 呵, 我好自为之什么, 倒是她自己, 跟着方席媛到边疆, 能不能活下来, 还另说。 毕竟, 我那人淡如菊, 不染沉烟的仙女姐姐, 可是为了真爱赴汤导火, 远赴边疆, 在所不辞。 我很期待她们的边疆生活, 所以早早买通乔若婉身边的丫鬟。 前些天被烈日晒得昏迷的小丫鬟, 感激我救她一命, 已然对我四心塌地。 我睡了会起床, 好戏却已开场。 乔若婉身边的小丫鬟, 跌跌撞撞跑进状元府, 神色名众。 二小姐, 不好了。 她喘着粗气, 从后门进来, 还不断回头看。 何事发生, 怎得下成这样。 昨夜小将军和大小姐新婚, 夜里昏房房梁静突然倒塌。 小丫鬟咽了咽口水, 小将军断了条腿, 大小姐倒是没事, 可小将军不知为何, 在将军府大发雷霆, 说是二小姐您坐的手脚, 房梁才会砸下来, 断了她的腿。 我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 这也怪我, 小将军派人来抓你了, 将军府竟也没人管得了她, 我看, 派了十几个人高马大的护卫, 这才匆匆赶来报信。 二小姐, 你快躲起来吧, 自然是要躲的。 只是, 我还没躲起来, 就被将军府雷厉风行的护卫抓起来, 带到将军府。 身后几名护卫守在身后, 防止我逃跑。 房间内, 方席园的怒吼声传出, 治不好就给我去撕, 接着便是摔大此晚的声音。 她脾气爆, 亏得我从前还觉得她真性情, 我被迫推门而入, 床上的人立刻安静。 方席园断了腿, 坐在床上, 俊脸阴翼, 见我就骂, 乔庆庆, 你简直是疯了。 我看了眼站在床边的乔若婉, 她正低着头, 不知在想什么。 我怎么又疯了, 身后的门被关上, 房间里只剩我们三人, 恍惚间, 仿佛回到上一世。 那时候我怀着身孕, 被刺激的情绪失控, 求嫡姐不要同方席园来往, 又求方席园履行 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 可他们二人, 一个说男人三妻四妾实属正常, 说他们情真意妾, 我不够大度。 一个说我无理取闹, 骄纵蛮横。 公席园的嗓音沙哑很利, 你竟敢在房梁上坐手脚, 瞧庆庆, 你蛇蝎心肠, 恶毒至极。 我吃笑, 你们将军府房屋破烂, 竟还怪到我这妇人身上, 要点脸吧小将军。 乔若婉看向我, 神情淡然。 庆庆, 我自认没什么对不起你。 我原想反驳, 余光落在脸色惨白, 躺在床上的男人身上, 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 姐姐说的是, 你没什么对不起我。 姐姐与小将军郎才女貌, 一对碧人, 当年是我不知好歹, 拎不清位置。 现在, 姐姐与小将军已经成婚, 名正言顺的夫妻, 又情比金奸。 即便是小将军如今断了腿, 姐姐也会陪在将军身边, 悉心照料。 有姐姐在身边, 小将军好起来是迟早的事。 乔若婉没开口, 方媳妍立刻接话, 那是当然。 她对着我, 又是一阵冷嘲热讽。 全天下都找不出你这般善妒的女人, 绝艳,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你不好好跟她学, 还生妒艺, 简直可笑。 是是是, 你说得对, 我无所畏道。 方媳妍还要再骂, 忽然眼神一顿, 目光落在我脖梗处, 那目光灼灼, 盯得我浑身不适。 她待着了好几秒, 声音竟有些发颤, 你和那撞远, 昨, 昨夜做什么, 洞房花竹夜, 还能做什么, 我冷笑, 难不成和你们一样, 被房梁砸得鲜血似箭, 方媳妍最受不了人嘲讽。 果然, 她暴怒异常, 嘴里说的话却在意料之外。 那傅元生不是不行吗? 她瞪着我, 呼吸急促, 绑着白沙的腿又一出鲜血。 我拧眉, 谁说的, 房间寂静, 两秒后, 我看向乔若婉。 她依旧风轻云淡, 既嫁了人, 就该坚守复道。 二妹妹, 你怎能如此不自爱? 我和新婚相公在一起, 有什么不对, 我半真半假, 你我都如了愿, 这一世便井水不犯河水, 如何? 不行。 方媳妍呼得出声, 气愤不已。 我勾纯, 事已至此, 轮不到他们说行不行。 乔庆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不嫌你不洁之身, 愿收你做妾, 否则, 你就等着做寡妇。 方媳妍谋色阴策, 我宁愿做寡妇, 也不愿再跟着你。 方媳妍, 乔若婉, 你们有着前世的记忆, 前途必然坦荡, 何必与我纠缠, 乔若婉谋色淡淡, 房梁一事, 真不是你做的, 我忙着嫁人呢, 姐姐, 你们冤枉人, 也动动脑子好吗, 不是我们胡乱揣测, 而是这房梁, 确实是被人做了手脚, 才掉下来。 乔若婉说罢, 领着我去看断裂的房梁, 确实, 断开的切面平整光滑, 明显是被人切断的。 他们俩想来想去, 估摸着也就想起我与他们有怨, 却不知道, 方锡园形势张扬, 得罪不少人, 恨他的人简直数不过来。 不过, 上一世我和方锡园成婚时, 房梁可是好好的, 我盯着乔若婉, 姐姐, 我还有一事不明。 何事, 我是私后重生, 你们呢, 若同我一样, 又是何时私的, 乔若婉看向床榻上的方锡园, 新婚那日, 婚房走水, 突, 我忍不住笑, 都这样了, 姐姐你怎么还敢嫁, 哦, 你新月小将军, 为他踏入红尘, 沾染世俗, 即便八字不合, 也要一生一世, 对吗? 乔若婉没回答我的话, 坐到床榻上, 陪着方锡园。 方锡园还满眼愤怒地瞪我, 乔若婉则眉眼冷淡的垂眸, 不知在想什么。 当天, 傅元生将我带回去。 随后, 他又盛前状告方锡园, 行事狂妄, 没有规矩。 惹得不少被方锡园欺负过的官员, 也上本参奏。 方家成了公敌, 方锡园虽躺在床榻, 仍然自请镇守边疆, 要为方家, 为自己争一份功名。 所以, 即便成婚之事略有不同, 其他事情还是与上一世差不多。 这一世, 方锡园带着乔若婉赶往边疆, 我守着傅元生过日子。 傅元生是个好相公, 温和耐心。 他忙完公务, 就同我一起赏花, 人也亲和, 交流多了, 便有了感情。 我渐渐在意他, 担忧也愈来愈重。 傅元生短命, 私音不明, 令我不知如何是好。 怪我当初满脑子只有方锡园, 竟没跟人八卦八卦 抵解相公的死。 娘子, 怎得愁眉苦脸, 傅元生递来点心, 语太柔和。 我闽纯, 胡编了个理由, 昨夜夜观天象, 发觉主星变动, 最近怕是要出事, 见血。 你要万分注意才好。 是, 我必定小心翼翼, 护好自己。 娘子莫担心, 我哀怨地瞅他一眼, 他要真护得住就好了。 我只记得, 上一世傅元生婚后, 不过三月就惨私, 具体怎的也不清楚。 如今过了两个月, 方锡园他们刚抵达边疆, 傅元生也快私了。 我前途未知, 无比迷茫。 接下来一个月, 我守在傅元生身边, 把他的吃穿叮得丝丝的, 怕他中毒而亡。 又安排许多护卫跟在他身边, 怕有人刺杀。 他去上朝, 我也忧心, 怀疑傅元生会惹了生怒被刺丝。 然而, 我的紧张和傅元生形成鲜明对比。 他照常行事, 神态轻松。 两个月后, 我才慢慢松懈起来。 傅元生还活着, 活得好好的, 活蹦乱跳, 还很折腾人。 照这般下去, 三年爆两不是问题。 难不成因为他这一世娶的是我, 所以没有问题, 我心中猜测, 心仪乔若婉的少爷公子众多。 上一世, 说不定是有人妒忌傅元生, 吓得狠手。 这一世, 他娶的不是乔若婉, 所以安全。 这个原因很充分。 我说服自己后, 终于放心。 同时, 也收到了乔若婉丫鬟的密信。 信里把乔若婉方席媛的情况 说得一清二楚, 足足写了十五页, 事无巨细。 去往边疆的路上, 因方席媛有一条断腿, 途中耽搁了不少时辰。 乔若婉陪在方席媛身边, 话不多, 开口便是轻飘飘地吩咐吓人干活。 途中, 经过蚊虫多的地方时, 被咬了许多农包。 乔若婉细皮嫩肉, 整整一个月才好。 这时之后, 他就对方席媛冷淡许多。 方席媛断着腿, 脾气不好, 没事就骂人, 对乔若婉倒是好脾气。 到了边疆, 方席媛便指挥将士们进攻, 不顾将士们劝阻, 非说此刻是最好的时机。 却不曾想, 大部队刚到地方, 舟车劳顿, 还未休整, 就上了战场, 可谓是惨败。 幸得乔若婉劝阻, 方席媛才安生下来。 只是他的腿, 随行的大夫治不好, 军衣更是无可奈何。 乔若婉更加沉默, 整日穿着白裙, 仙子模样站在大漠中沉思。 晒得肤色乌黑, 白裙沾染沙尘才回来。 不过四个月, 方席媛带领的将士们, 就军心动摇, 对他不再信服。 方席媛不在乎, 在军营里喊, 他将来是一国之帅, 打声仗, 风光回京是迟早的事。 可谁会相信 一个站都站不起来的残废, 还凶无谋略之人说的话, 我收起信职, 舒服了。 安排人给远在边疆的丫鬟 送去银两, 又叫他放心, 他的亲人我会照顾好。 又是三个月后, 我有了身孕。 这次, 傅元生日日守在我身边, 事物巨细地安排, 还生怕我不高兴。 他满是肉眼可见的高兴, 满心期盼。 娘子, 莫怕。 我怕什么, 我接过傅元生递来的吃食, 他喜欢为我吃东西。 傅元生没说, 可半夜, 我却听到他做噩梦, 说梦话。 他在梦中挣扎, 闭眼汗湿并边发丝。 庆庆, 别丝。 庆庆。 他猛地坐起, 粗喘几下后才回神。 我早已清醒, 听着窗外下馋作响, 轻声问, 我什么受死了? 傅元生没说真话, 他说是梦中我遭遇意外, 把他吓坏了。 但我不信, 他梦中叫我, 傅元生突然搬到隔壁房间, 说宫事太多, 夜里挑灯, 又想陪着我, 所以在隔壁守着我。 分房就分房, 还得编个理由。 我心想着, 嘴里也没饶了他, 你以为搬到隔壁, 做梦乱喊, 我就听不到了, 傅元生沉默。 我, 从时招来, 别惹我生气。 傅元生也是重生的。 这点, 我早有猜测。 他说, 他前世新月的, 向皇上求的人就是我。 只是临到婚期, 却换了人。 那时他心生不满, 娶得不情不愿, 皇上看重人才, 又致他为人耿直, 同他如何说利益关系, 他都不接受。 最后, 皇上所幸不再强硬撮合, 安排他假私, 让他同暗卫一起查探 安远侯是否有反的心思。 皇上登基上任不久, 根基不稳, 正是培养心腹的时候。 他暗中替皇上做了不少事, 还借机去边疆看过我。 那时我与方锡元引领将士, 我安抚军心, 方锡元战场冲锋, 算得上班配, 他便撕了心。 谁知, 七年后我回京, 方锡元竟跟乔若婉走到一起。 他做完任务回来时, 正巧看见我被乞丐推下拱桥。 可惜将我就上来, 我已经没了呼吸, 又打听来龙去脉, 才知道我回京后遭遇的事。 当晚, 也是方锡元和乔若婉的新婚业。 他抱着我的尸体, 点了他们婚访。 你为我殉情了, 我疑惑。 那倒没有。 傅元生眼眶发红, 我心想随着你去, 可皇上对我有恩, 我不能忘恩负义。 皇上根基建吻后, 我才去陪你。 我从震惊中回神, 傅元生瞧着文雅, 做事却异常狠, 性子还很轴。 如今, 如此情真意切的人, 实在难找。 那, 这次方锡元他们房梁的事, 是你做的了? 我小声问。 傅元生点点头。 那相公, 你为何不同我说你重生了? 你不信任我? 皇上不让说, 说朝廷出了问题, 重生的人太多, 又隔墙有耳。 我倒抽口凉气, 那皇上也重生了? 是, 事情远比我想象的更迷惑。 好在, 傅元生还是跟在皇上身边, 有着绝对的信任。 当晚交流结束, 我让傅元生注意 府中是否有人偷听。 他倒是冷静, 说府里的人都跟着他混过一时, 可以信任。 难怪, 偌大状元府就那么几个人。 接下来好些天, 我看府里的人都不太自在。 大家竟然都是重生之人, 傅元生在朝堂辅佐皇上, 回来就陪我。 他和皇上有了上一世的记忆, 做事轻松许多, 皇帝上任后, 一番整改, 百姓得意, 民心直向。 我运气越来越长, 到了分娩之日, 可谓九四一生, 才母子平安。 傅元生拉着我手, 哭得厉害, 再不生了, 再不生了。 我摸摸他的长发, 有些无奈, 又心中暖暖的。 其实, 我很好奇, 你什么时候心悦于我, 上一世, 我跟傅元生就没见过面, 他怎么会这般喜欢我? 傅元生又红了脸, 说我吉吉那年的元宵灯会, 他在路边支花灯, 我戴着帽帽, 同他买花灯, 夜风一吹, 将白沙帽连吹起, 他见了我的面容, 便一见倾心。 我小声道, 那你这是见色起义? 也算的, 可我姐姐比我相貌更好, 你怎的就不喜欢他,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说不明白, 傅元生哭得有些缓不过来, 哑声道, 娘子, 你快些休息吧, 我闭眼就睡, 月子里, 乔若婉的丫鬟又给我寄来信件, 到边疆后四月后, 方锡元的腿彻底坏了, 边疆苦寒, 他身体越来越差, 乔若婉不太搭理方锡元, 平日里总是一个人坐着, 端得是清新脱俗, 可惜粮草渐少, 将士们吃不饱, 又常打败仗, 有人传信帝到京城, 不过一月, 皇上就派了方家树子前去, 那树子沉文有谋, 很快就替代方锡元, 接起镇守边疆之大任, 方锡元没人管, 躺在床榻许久后, 爬起来单腿蹦搭着出去, 骂将士们蠢笨, 他才是将来的大将军, 不巴结他, 反倒跟这个树子跑前跑后, 以后都是惨死的命, 没人理他, 乔若婉也不理, 他日夜在那树子面前晃, 可惜树子心有远在京城的青梅, 看都不看他一眼, 再后来, 乔若婉同方锡元说, 要去为他祈福, 怎么祈福呢, 他要回京城, 方锡元信了, 还很开心, 乔若婉回京后, 确实去了寺庙, 还偶遇复原生, 复原生厌恶他, 避之不及, 被阻拦后, 说了狠话, 乔若婉没脸再靠近, 就递在庙里做了尼姑, 丫鬟跟着乔若婉, 对边疆的事就不太清楚, 信里, 乔若婉在寺庙里, 与一个总来散财的 富商之子相谈甚欢, 富商之子被他迷得不行, 觉得他是仙子, 能与他说话都是莫大荣幸, 有寺庙加持, 我姐姐仁淡如居的人设 更加坚定, 方家几次请他回府, 他都不去, 爹娘也去看过他, 他说他要祈福, 我其实不太明白他的想法, 直到我儿六岁时, 方家数子风光回京, 带着瘸着腿的方锡元, 方锡元第一时间去寺庙找乔若婉, 乔若婉说他已经一心向佛, 不再在乎男情女爱, 方锡元遗憾回家, 方家水深, 从前方锡元善武, 又作为嫡子被捧在手心, 从不觉得, 现在, 方家全靠数子功名, 硬撑着体面, 不过一年, 方锡元便在宅子里寺的不明不白, 方锡元思后, 乔若婉立刻还俗, 与那富商之子成了婚, 我后来去见他, 只见乔若婉依旧云淡风轻, 我与成玉两情相悦, 光明正大, 方锡元一思, 我在嫁, 又有哪里不合规矩, 他说的对, 没有哪里不合规矩, 那女子却比我聪明得多, 抢了富商家业, 划了乔若婉的脸蛋, 出了口恶气, 后来的事, 我便不再关注, 傅元生在皇上身边忙了好些年, 待到皇上有了新的心腹时, 同皇上请辞, 我同傅元生一起游历江山, 见到不少奇珍异宝, 世外高人, 似乎也找到了当初重生的原因, 那时有一颗转生石, 被赤脚乞丐拿在手中, 老头摆摆手, 转生石, 可让人重活一事, 重写壮志, 补清遗憾, 黄金五万两, 你们买下, 我就告诉你们怎么用, 我约约欲试, 傅元生不大高兴, 你难不成还想终活一事, 和方熙元在一起, 你疯了, 我震惊, 还是你不满现状, 不愿和我过日子, 那没有, 傅元生满意了, 点点头, 拉着我就走, 他说, 扬州烟柳极美, 糕点更是细腻精致, 留着金银多吃多看可好, 我点点头, 我觉得行, 全文完,